馬航這次神秘的失蹤事件 到現在12個國家在那鮮羅灣進行搜救行動 但是表面上你看似一個搜救行動 連我們台灣都派出了填單號 不過背後呢 台灣好像是美國指使要我們派船出去的喔 但最重要一點是 美國表面上要摟絡各國來進行搜救行動 可是實際上背地裡呢 美國人一直希望能揭開鮮羅灣那 50年來的一個神秘的秘密 希望這一次的搜救 表面上的搜救 實際上是要來揭開海底下的神秘秘呢 這一次馬航空難 美國人為什麼那麼積極 習近平跟歐巴馬通過電話以後 第一個到達鮮羅灣的 居然是美國的戰界 就是說美國這一次他很積極 他表面上是為了救災 但是實際上他要探查 鮮羅灣一段50年前的秘密 那這一段50年前的秘密以後我再講 我先講 就是說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船艦40多艘 台灣的船艦你有沒有 並不重要 並不重要 但是為什麼馬英九總統48小時以後 在空難事件48小時以後 他突然說命令田丹號 然後兩架C13峰H 兩架巡護船 巡護7號巡護9號開赴南海 這個就是美國要求台灣這麼做的 美國要求台灣 各位看我們廣大星號弄了個半天 也要一個禮拜他船之才出動 張艾薇事件 我們不是說從太平島為基地去救人嗎 我們根本不敢去 我們根本不敢去 那這時候為什麼敢去 美國要求台灣你必須去 不然的話 就要讓中國大陸獨佔凹頭 那美國叫台灣去 現在整個搜救 雖表面上是以馬來西亞為核心 但是實質上根本是美國 美國的兩艘一個叫做紀德號 一個叫做田尼克號 都是反潛驅逐艦 好 在美國的主導下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田丹號 我先講台灣的田丹號 它就不得進入仙羅湾的水域 我們只能夠進入到這個地方 到越南跟仙羅湾的交界口 它這個領海 然後C13洞H 它是在太平島一架 那其中另外一架做目視搜尋 因為C13洞它是運輸機 所以它只能夠做目視飛行 對於救災來講效果不大 田丹號它為什麼它擺在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的兩艘軍艦 紀德號跟田尼克號 它都在仙羅湾裡面 美國不是說它要派一架P3 現在要派2到3架 然後一架住在馬六甲海峽這個地方 那另外一架它要住在太南這個地方 它現在三艘P3 它滯空時間9個小時 比我們西腰山洞的滯空時間還要長 況且我們西腰山洞晚上還要飛回太平島 它只有白天出來 田丹號在這裡 然後我們看中國大陸 綿羊號跟錦鋼艦 錦鋼三艦都放在這裡 好 美國這一種白髮 各位看一看 美國這種白髮在1967年的時候 曾經也動用過一次 在1967年的3月到10月間 越戰剛剛好 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你說那在越戰 那個時候美國曾經也在仙龍灣這樣佈陣 對 然後他們發現 NASA的黑潮帶 就是我們昨天公佈過的 這一條黑潮帶 各位曉不曉得 它下面 先後五次發生什麼 海底光輪 這個海底光輪剛剛好跟黑潮帶是銜接在一起 那海底光輪只有 兩種解釋 一種是不是潛艦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有異度空間的存在 那過去美國 一直要把這個地方搞清楚 但是當年在1967年裡受限它的科技 它沒有辦法搞清楚 那現在配合衛星 配合船艦 然後配合P3 它就決心要把這次 失事地點的海底光輪 要把它通通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美國它非常聰明 它跟馬來西亞講 我三架P3 我就收這個地方 我就不斷地收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它要搞清楚 就是說 那麼長時期的海底光輪 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可以說 它逼著台灣 在兩艘巡護船 是搜羅什麼 是搜羅遺物啊 油紙啊 田丹號 他放在這邊就是要收定位的浮標 所謂定位浮標的話 就是馬航的定位浮標 但是 記得號跟田尼克號 他們放在這個地方 配合P3 它要收什麼 如果這個地方 真的有海底光輪或海溝的話 未來 美軍只要掌握了鲜螺灣的話 就可以控制 怎麼 越南緬甸 越南柬埔寨 泰國跟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這次看 美國那麼積極 它背後的戰略意義 值得我們重視 美國原來背後還有一個 真大的戰略意義的存在 但是呢 馬航飛機究竟到哪去了 是否飛到了 時空蟲洞裡面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